欢迎收看华尔街焦点 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一份特辑文件 关于支付机构撤销人民币客户 备付金账户有关工作的通知 规定明年1月14日前 第三方支付机构必须撤销备付金账户 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也被下令撤销备付金账户 这让阿里巴巴的马云以及腾讯马化腾 原本能躺着赚钱的日子 被迫宣告即将结束 先来说说什么是备付金 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 目前被广泛运用在网络购物 消费者要预先支付货款 这笔钱将放在支付宝等 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账户上 等到收获确认后 支付宝把款项会给商家 而这笔预付款项就是所谓的备付金 无数笔的备付金聚集在一起 就会形成巨大的资金沉淀 由于客户在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 消费转账过程中 存在结算周期的时间差 因此会在备付金账户中 产生一定规模的资金 而这些资金所产生的利息收入 可让支付机构的荷包赚宝宝 对支付机构来说 相当于无风险套利 只要吸纳客户备付金 就可以躺着赚利差 这个利差空间 甚至比许多银行产品的利差空间还高 今年7月 人行曾颁布新法规 规定把客户被付金 集中交存比例调高至100% 也就是说 客户资金只能是存款准备金 只能进行银行存款 基金购买 不可以拿来投资或收收利息 早在去年8月 人民银行就发出通告 下令所有网络支付业务 至2018年6月30日前 必须全部迁移至 人行旗下的网联平台处理 换句话说 央行将透过网联平台 全面掌握如支付宝 财富通等第三方支付业者的 营运及金流状况 并透过网联这个中介平台 进行账务清算 信传媒报导就认为 中国人行的种种新规 让马云和马化屯的 超级金融大梦醒了 因为央行把第三方支付 完全收编后 不只利息收入锐减 阿里巴巴的支付宝 微信的财富通等 企图组建超级金融机构的梦想 都将成为泡椅 根据数位时代报导 金融科技专家 郑大公企中心教授李显正 曾从五个角度上 针对人行所寄出的措施 规定第三方支付机构 移到网联平台处理 进行探讨 第一 对于金融监管单位而言 这项命令的实施 将有助于中国金融主管机关 有能力掌握 整体第三方支付的 营运规模及交易状况 透过数据的监管 对于可能发生的潜在金融风险 可提早进行风险控管 二 对于支付业者而言 原来的支付宝及财富通等 金融独角兽 所发展出独有的营运模式 由于业务拓展的自由度 及运作弹性 将会因监管机构的介入而降低 此外 短期内 恐怕交易成本 会因为清算模式的改变而提高 因此 对于未来金融版图的拓展 应该会造成负面影响 影响幅度有多少 仍需有待观察 第三 对于消费者而言 他估计影响的层面 应该是微乎其微 四 对于特约商店而言 账务清算成本 势必会较现行模式增加 是否会反映在手续费上 也还需要持续观察 五 对于金融支付版图而言 以民众消费支出 及商家收款来看 基于方便性 一般民众及商店的习惯 几乎都是以支付宝及财富通 也就是微信支付 为支付工具 因此支付版图的分布 在短期内 应该也很难改变 报导还指出 李显正与许多研究 中国金融的朋友 又讨论出的初步结果是 央行这项措施的初期目的在于 先掌握整个第三方支付业态 和量体为主 鉴于稳定金融资序 及产业发展前景 在短期内 应该还不会有太大 及严格的监管措施 如今 人行在发出重道消息 规定第三方支付机构 要在限定期间内 撤销开立在 贝付金银行的人民币客户 贝付金账户 简单来说就是 人行要来接管 这部分的巨额款项 这对许多支付机构来说 贝付金利息收入 相当于当年税后净利润 一旦贝付金利息没了 公司盈亏很有可能发生逆转 由于中国一年行动支付交易金额 以去年为例 高达16兆美元 超过GDP规模 金额过于庞大 加上近期出现 P2P网络借贷平台倒闭风潮 因此人行自2017年1月 就开始收编行动支付 且陆续出手 目的是为了防止诈欺 与保护客户权益 根据ETToday新闻云报导 人行将客户贝付金集中存管 有利于引导支付机构 回归支付业务的本质 不会通过客户贝付金 赚取利息收入 偏离主业 并防范第三方支付机构 挪用或占用客户贝付金 预防跨航清算的超范围经营 减少分散存放客户贝付金 所存在的流动性风险 通过网联 人行也能够获得更多的金融大数据 终结支付宝财富通等机构 数据寡占的垄断现象 不过学者李显正认为 与其说是人行借此收编支付产业 倒不如说监管单位提高 对于市场信息掌握度 站在制高点以掌控全局 以上是孙云山为您带来的华尔街焦点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